每次这个大的国际性会议或者说论坛 包括达沃斯这样 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抗议的人群 那么这次的G20呢 抗议的自然也很多 涉及到各个阶层 但是我们这次看到了一个玩得比较大的 是香港人群 那么香港从69开始 612 616 那么一直到现在的628 那么他们不仅仅在香港 而且在6个国家15个城市 同时开始了反送中修例这个游行 而且他们非常希望能够把香港的声音 传递到G20各国领袖中 我们看到前两天 在香港组织到19个国家 就参会国家 那么 领事馆去做抗议 也有一些 国家的这个领事馆正式 受理了香港市民的这种请愿书 而且呢 这个香港市民发起了一个重策 策集了700万港币 在全球主要的国家 在报刊上 用本地的文字 譬如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比利时 什么 法国 他们用本国文字 刊登了 香港市民 关于送中修例 这个争议 希望能让国际社会 能够理解 香港民众 他们心中的担忆 这一次呢 不仅仅是因为某一个话题 或者说某一个公益团体 那么 进行了一次 抗争 而是想传达香港市民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一个700多万人的一个都市 那么 它在亚洲金融发生 这个交易的过程中 起到了一个桥梁中 许多人老是认为 香港在内地发展的过程中 给中国内地帮助很大 给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改革 带去了很多新的观念 当然也带去很多新的资金 一直到2018年 境外资金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香港占的比例 还是超过60% 但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 送中修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被搁置 那么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 能不能把这个送中修例完全的撤销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 612 是不是暴动 这个定论 能不能撤销 说句良心 关于这个临阵下不下台 已经不是问题了 从中共一贯的处理的方案来看 基本上临阵下台 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如果说 720跟美国达成一个 哪怕是虚假的和平 那么临阵肯定要换个位置 中央政府也不会亏待他 毕竟这么大个连理扛了 给他掉了中央政协副主席 或者人大副委员长 总要有一个位置去安排他 如果说完全坦崩了 那这就难说了 对吧 对香港来说 是不是会有新的一轮 更加严苛的这种暴政 很难说 30年前 坦克能够开上机 能够抹杀 一切反对的声音 30年后的共军 可以说是 更是有恃无恐 他们根本不会在意 国际社会怎么看他们 如果说他要是没得混了 他会在乎一个香港 我们看到的香港问题 从张德乡时期开始 把原先 还没有明确的 香港本土的意识 逐渐形成了对立 从战中到现在 不过也就是三年 香港这次的 自发的游行 其实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是更加扁平化 没有特别突出的领袖 包括前期 这个战中的一些领袖 参与到这个香港的游行中来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 关于这次的反送中 可以说 香港人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持 但是他们不需要领袖 他们所有的事 相对来说 更加的自发 更加的没有明确的 政治团体 至少是作为一个背景 我们看到这个学生 青年人参与的越来越多 当有一些学生受伤了以后 尤其是在被定性为暴乱以后 那么更多的香港人 走上了大级 从一百万增加到两百万 有一些人认为 香港人好像是最后一次在抗战 因为一国两制已经看不到了 那么这次的游行呢 就相当于最后一次抗战 许多人做好测的准备 加拿大这个香港商会也公布了 97年之前 办理了加拿大身份 然后又回到香港发展的 这些加拿大公民 现在正在回流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香港公民在更多的国家出现 他们逐渐 由本土化意识的爆发 演变成一个明确的政治团体 整个香港人 他们在反映自身的诉求的图示 也在更加的寻求国际化的支持 他们不仅仅是反映自己的声音 而且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知道他们是为什么 要提出这样的了解 为什么要针对 一个法律条文的修改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可以说20年来 香港人关于自身地位 以及法律上的这些优越感 正在被削弱 被不断的削弱 已经到了一阵 他们感觉到整个社会 没有办法继续在维持 香港远远的地位 所谓的50年不变 他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们已经被骗了 他们希望国际社会 能够重视这一点 那么中英交接香港 当时是有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而且在香港被交还中国之前 美国依据香港的问题 或者说香港今后的地位 也做出了美国香港政策 我们看到今年已经开始调整这个政策 为什么要开始调整呢 因为它已经到了一个 岌岌可危的地位 今后呢 香港问题可能更多的 只是大家在怀念 过往的那种自由岁月 香港人喊出了 要要驱逐共党 还我香港 其实我们更容易把它理解为 悲愤的一种呼声 因为依照目前的 现行的国际法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 中共整个的组织团队 在历史上 他们签过的协议 涉及到国际问题 基本上都被撕毁了 从中共建政以来 建政之前呢 没有法律效益 或者说是 光是一种宣传 你可以忽略不及 中共建政以后呢 建政以后签订的 所有的国际协议 事后基本上都被他们撕毁了 唯一一个好像不是被撕毁的 是跟朝鲜之间的问题 最后呢 朝鲜单边取消了 其实我们看到的 能够被遵守的 到目前为止还真没有 无论是给你 罪毁国待遇的时候 你当时有什么承诺 是吧 加入世贸的时候 你有什么承诺 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 签订的国际协议 他们都在不停的变图 直到最后被双方都认为 无法再继续遵守 香港这个问题呢 更加明显地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七百多万香港人的未来 应该来说是相当 飘扬的 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就已经足够让我们理解 什么叫共产党 他们是真正的无所畏惧 他们不在意 任何国际法 或者曾经本签订的协议 那么 对他们的一些 期盼 不必过 谢谢大家 再见